SRB终于等到你了 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八千迷迟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间间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看我的影片啊 如果你对比特币有兴趣,但是没有那么多资金购买比特币的话 你可以学我的方式,就是用手机来挖比特币啦 用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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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就可以拥有比特币了 连接我会放在下面,教学我已经做到很完整了 连接在下面直接点击报名吧 好,说说一下SRB真的是很开心 经历了两三个月的,应该有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折磨的SRB 终于看到一根大蜡烛跑出来了 之前的蜡烛都是5%,6%,7%,8% 但是那个是慢慢上了,而不是突然一只大蜡烛 今天SRB终于等到你了,一根大蜡烛直接插上去 爆拉直接,呃,一个小时里面爆拉10多% 爽,爽,真的SRB等你等太久了这一天 它这一次的爆拉直接打破前面的这两三个月来的高点 就是从一块美金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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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快九美金嘛,快九美金跌到一美金嘛 我们从一美金开始算起,一美金跌到五十cent哦 这个区间哦,就是它有在八角八十cent波动 七十cent波动,六十cent波动 七十cent波动是最多次的 永远,永远啊,听清楚啊,永远上啊 就是动到了就下来,七十cent动到了就下来 动到了就下来,然后它支撑点最强的就是在六十cent 六十cent也是动到了上去 动到了上去,一直在六十cent跟七十cent 不是啊,六十cent跟六十五cent的之间徘徊 然后,当然它有两三段时间跌 跌到差不多五十cent到五十五cent 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果断的进场 不是进场啊,再加场 因为我之前已经进很多了 我在它一美金的时候就已经很看好它了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 呃,中国那边的两件事情 直接,呃,第一件事情就是 呃,银行不可以做加密货币的生意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呃,矿机全部要,呃,不能做矿机 就不能挖矿的意思啊 就是中国挖矿的全部都要管掉 所以导致SRB的九十cent一美金哦 直接跌到五角六角 哦,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预料不到这个东西 然后至于为什么今天会爆拉呢 呃,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消息面出来 哦,有也是它的官方推特有写什么 日本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它 就是关于日本的 可能日本政府用它东西还是什么 我不懂我没有仔细去看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推特,呃,他的公司Ripper的推特 可以去关注他一下 他最新的那个推文 所以我拍这个视频是很突然的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哦,但是我,我,我在五六十cent的时候 我加仓了一些 因为我蛮多钱都是在九十cent一块钱就放进去了 如果你问我后不后悔 我老师跟你们讲我不后悔 因为SRP是长远的 呃,一个长远 呃,什么 值得拥有的币 哦,毕竟它在top 10 已经那么久了 哦,如果你讲Bitcoin是老大,ETH是老二 然后SRP肯定是老三 如果以年龄来讲的话 SRP肯定是老三 哦,不要讲Binance 也不要讲狗狗币的话 狗狗币应该是很难了 哦,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可以超过一美金 毕竟我也是拥有狗狗币的人 哦,而且八十八仙 这种长狗狗币 我之前,之前我真的是很疯狗狗币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就是要 呃,跟风是对的 哦,如果一个币没有人去跟风炒那个币还是什么的话 这个币会起吗 这个币肯定肯定肯定不会起的 所以说,呃,跟风买币 呃,是ok的 只是等 对的时间就好出场哦 除非你对这个币的未来很看好 就算他今天暴跌 你也不会后悔 不会什么 你就愿意 啊,你就可以持有三年到五年 你们想想看五年前比特币的价钱 五年前SRP的价钱 五年前的那些币的价钱 你看今天都变成什么样子 哦,我相信三年后五年后 你肯定不会后悔你今天所做的决定 哦,刚才 我有在朋友圈那边讲了一个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今天被我感染了 就是他说他要玩马股 他要专心的玩马股 但是他今天突然讲说要玩 啊,不是玩啊 就是认识加密货币 投资加密货币 拥有加密货币 我是很开心的这件事 然后我也跟他说 呃,下次如果我们一起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啊 啊,可能是你付钱 啊,没有可能是我付钱 当然你要还回我钱啊,对吧 就是 啊,付费的时候是我付 然后过后我一定跟你收钱嘛 不用分开利息 那么麻烦嘛 对吧 然后朋友都是这样的啊 过后 一定会跟他拿回钱嘛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呃,反正你现在都进来了哦 真的是太伤了哦 你转进去 认识了哦 OK,不敢再动第二次了 哈哈哈 哦 哦,凡事都有都有第一次啊 凡事都要亏过一点钱 你才会学到东西 毕竟 呃,没有老师教 也不想去找老师教 为什么 因为老师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 老师的观点也不一定是对的哦 老师的赚钱模式 也不一定对的哦 我只能这样子讲 哦 每个人没有每个人的赚钱方式 OK 然后 真的很开心 SRP终于起来了 然后 如果 如果你手上有拥有SRP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 给我知道吗 留言一个SRP吧 让我知道 我的观众 呃 有谁是拥有SRP的 哦 当然我也不排除说 当然我也没有说恨狗狗币哦 现在哦 我之前有一阵子恨狗狗币 我不是恨狗狗币 哦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不是恨狗狗币 我是不喜欢狗狗币的社群 因为真的 之前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太自大了 真的是太自大了 就是 就是 不懂啊 自大要代替比特币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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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狂言都都能讲出来 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我拥有SRP 我很喜欢SRP哦 我只希望他做老三 我不喜欢的他做老二老一 老一老二给别人做吧 SRP做稳稳老三就好了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狗狗币最近狗狗币的社群 OK啊 比较谦虚啊 不像以前那么狂妄之大 因为毕竟狗狗币突然暴涨那么多倍 当然是有一些人会狂妄之大吧 哦 把现在都开始很谦虚了 所以我开始觉得嗯 OK了反而反而啊 反而派Network啊 的社群真的是很恶心啊 你不可以讲到派Network的一些坏话哦 哦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讲坏话 我们只是讨论一些东西罢了 我一讲不好罢了我 unfollow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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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屁话都可以出来 我们理智的讨论吗 这个东西就是要理智吗 而不是麻木啊 如果你狗狗币你在那边炮红我OK 因为你在狗狗币赚到钱 你你炮红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你赚到钱 但是派Network你有赚到钱吗 为什么你那么死心塌地 对吗 那些Bitcoin的那些信仰者全部都赚到钱 所以他们死心塌地 这是应该的 但是派Network有让你赚到钱吗 没有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死心塌地 所以我很好奇 留言给我知道啊 OK 然后最后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 呃 我刚才所说的所有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记得 小心你的口袋 毕竟加密货币水很深 老实讲 这两个月两三个月 我亏了不少钱 然后老实的跟你们讲 真的亏了不少钱 然后就是因为中国的那两件事 我已经亏了不少钱了 所以 真的水很深 所以 祝大家好运 好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